今天跟我们家的二厨一起去了纽约东河边的雕塑公园 这个公园定期会有艺术家带来他们新的作品 回家路上我们去了公园附近的日本超市 去买一些草蔓面 回家用自己的配方做一份绿酱冷面 草蔓面的成分比普通的一面更为健康 低胆固醇 多蛋白和纤维 用草蔓面做冷面 口感十分Q弹 是我们夏季的最爱 这个回家上都是各式草蔓面 今天我们要买的是一款黑色的 中等粗细的 到家我们就立即开工了 首先来浸泡一些干百合 百合也是我们家经常使用的食材 它有清肺安神的功效 特别适合夏季使用 如果你没有泡发的时间 也可以用新鲜百合代替 需要将干百合放在清水里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在等候的时间里 我们先来把草蔓面和绿酱准备好 等水开了以后放入草蔓面 煮五分钟左右 加一些盐 这样会让草蔓面有些底味 等候煮一面的时候 我们可以来准备一些冰水 面条煮完以后 直接放入冰水里 浸泡五分钟 这样一冷一热的温度交叉 会使面条的口感更为的Q弹 同时我们去露台上 采摘一些新鲜的罗勒叶子 罗勒是做绿酱必不可少的成分 它的香味比较特殊 会使绿酱的口感更为丰富 罗勒的生长特色是你采摘的越多 它就长得越快越多 所以自从我们家种植的罗勒 就再也没有去超市临时买罗勒叶了 接下来就要制作绿酱了 我在传统的绿酱配方里面添加了两个成分 结果效果非常的好 今天就来分享给大家 传统的配方里通常都会有菠菜 淡淡油 罗勒叶 蒜蓉 松仁 烹酒醋 和一式奶酪 而我们配方的不同之处就是 我在配方里添加了凤尾鱼和芥末酱 凤尾鱼是多产于黑海和地中海的一种小咸鱼 我通常会把凤尾鱼来代替盐 而凤尾鱼的鱼油和橄榄油和鱼的一些盐味相结合 产生的一种味道 比盐来得更加的丰富 更加有层次感 而且我发现凤尾鱼是个百搭 炒蔬菜啊 肉啊 都很好 芥末通常会有两种 一种是黄芥末 一种是绿芥末 我们今天因为做的是绿酱 所以用的是绿芥末 据说绿酱是源于欧洲 绿芥末的辛辣味要比黄芥末更为强烈 是特别好用来去腥的一个调料 我也是从日本人喜欢用绿芥末配刺生的一个习惯得到的灵感 于是我就想到 把口感丰富的凤尾鱼 跟绿芥末相结合 很是好奇 这样的碰撞会出现什么样的体验呢 一种来自地中海特有的鲜味 咸味 再搭配上芥末姜的清新 口味非常的令人惊喜 你一定要试试看哦 我保证你也会喜欢的 开始打磨 这样我们特制的绿酱就做好了 打开袋子就有一股清香味 我个人比较喜欢生鲜的蔬菜 如果你比较喜欢 先把蔬菜在沸水里串煮一下也是可行的 这样这串绿酱会颜色更加绿 这样绿酱和面条都已经准备好了 干百合也浸泡好了 浸泡了两个小时的干百合片 吸收了很多的水分 所以上锅煮个四五分钟 它就会变得十分的软糯 可以捞出来食用了 至此 我们做绿酱乔麦面 所需要的所有食材 都准备就绪了 就缺最后一步 把它们搅拌起来 钥子 添加上刚刚煮好的百合片 和我最喜欢的小核桃圆 口感上又多了一份香脆 堪称完美 优优独播剧场上 小核桃圆 一份特别适合夏季食用的绿酱乔曼 冷面就制作完成了 看着清新吃着鲜美清爽 你一定要记得试一试哦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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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